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说一说 昨天我们也说了唐山这件事 就是说的唐山九虎 九位当地的吐和阿伯 因为现在的高清版和声音都出现了 他看中了一个女儿 他就想密谋把那几个女儿拖出去街外面 可能小巷还是什么呢 就去和他们强行发生性行为 甚至是非礼 那他已经是按外不住 在那里面已经是摸个女儿 那女儿当然是反抗 反抗的结果就是那几个女儿 就是被他们的九虎 打到重创入院 当中是有严重的 那那个呢 就成为这个 在一传 应该是会成为植物人 但是 也还有进一步的消息 但是有更加多的消息 就说他已经过身了 死了 那在哪里看到有少少端泥呢 那说出事那间铺呢 那现在门口是世界 没有说世界各地 真的说错了 就是现在来自各地的人呢 都来这里摆上鲜花 那这个情况呢 好像人相识 好像有某个地方的地铁站 我们也看到了 摆上鲜花 那当局就是说 没有问题 很安全啊 现在很没问题的 他没有性命危险 什么都没有 但是 那些人不必相信的 那接着呢 其次呢 那现在的发烤呢 就是呢 越来越臭 那包括狗瓶里面 其中被人人肉搜索 盛传的而已 在抖音啊其他东西 那些平台啊 微博啊那些 有人登出来 其中一个呢 是怀疑的而已 我相信可能性很低的 不过呢 那些人呢 拿一些照片来对比 就真的很相似的 其中一个呢 是副市长 另外一个呢 因为那个地方呢 出事的烧烤店 就是那个餐厅的位置 那个吃宵夜的位置呢 附近就是警局 旁边就是法院 其中一个呢 就是政法委来的 就是那九个里面 唐山九府啊 我们昨天登场的照片是五府 因为就有其他几个呢 是被寄进去 因为那些是他们自己拍的 那他们没有一张 是全部九府齐集的 那原来九府里面呢 有两位呢 应该都是官 那其中呢 打人最最劲的那位呢 相传他家人呢 就是这个公安局长来的 那就 现在呢 这件事发烤最厉害的是什么呢 第一 那么 越来越多人呢 是拿了身份证 那十名呢 就是在抖音啊 微博啊 很多的大陆平台呢 就出来 我 什么名字 我 是 什么时候出生 我身份证号码多少 我哪里人 呃 我现在十名举报 举报原来很多件事的 第一 那么举报了 原来他们呢 这九府呢 就是 是以往都做过其他的好事啦 那包括我们昨天都说过啦 那有个走廊的女孩是做主场歌手的 那结果呢 就被他们就 拐大了啦 非法禁锢了一段时间啦 那歌手又说的 他回去捉人工 那一捉人工的时候呢 就他这么说啦 就被他捉了 禁锢了一整几天 那里面呢 就困在他九龙里面 要他跪下 就是和很多收入行为 不过我相信有些 就是更加残落的过程 他可能未必说出来的 就是好像我说的 难道请你回去吃早餐吗 是吧 那你见他 老实说 还要写上欠条 我记得 是欠单 写上欠单 就是他想追人工的 但是他追完单 写回去咯 要写欠单咯 而且你看他高高瘦瘦 那他的相片都不是一个 这些人根本什么都做得出的 那原来整件事呢 他现在说出来很惊险的 他是被人非法禁锢 他后来呢 他自己走掉了 但是原来和他一起去 还有其他女孩 那些女孩是没走到的 那他去唐山公安局报案呢 然后他说被人吃饭 什么叫吃饭 呢 就是报完 他不做事 也都不相信你 完全不相信的 那他后来呢 就是他受不了 那他现在实名举报 那公安局那边呢 就打给他 那他呢 他呢 他把这个打给他这个绿音 摆上抖音 那他在说电话内容是什么呢 那这个唐山警察局呢 就要他 立即回去唐山警察局报导 那他说 我不是的 那他就说 你是不是不敢留在唐山 他说 是啊 我当然不敢留在这里 那如果 你发生完这样的事 就立即走 那他其实 不是这几天的事 我想他走了一段时间 那警察就叫他 总之现在你一定要回来唐山警察局 和我们报导 那那个女人呢 就和那些警察说 那我现在呢 应该在浙江 还是不知在哪里 那我会在这里的派出所 我在这里的警局等你 你过来 我不跟你回去 我们在这里的警局解决 那那边你当然不肯了 因为大哥不是他们势力范围 那他后来说出了真相 那现在那些领导啊 那在这里查 那你去删了你的视频 和出来说一声说 不会了 没有这些事了 那这个女孩老实说 怎么会啊 他都已经跳得出来了 他简是把你这个陆导音 摆上来 那他这个录音呢 摆出来这个呢 还要是被央视呢 在抖音的官方的那个网站 公布出来 就是说唐山警察局 竟然打了个受害人 接着这样啊 那我想呢 这个警察局呢 应该经历这一次呢 玩完的了 那接着呢 另外第二件事呢 就现在越来越多人呢 就跳出来 原来唐山呢 有很多这些这样的 他们叫佳柳子的恶霸 那这九府呢 是其中一个团伙而已 其实他们旁边 还有一些其他团伙 甚至乎这九府 形成一个很大的团伙在后面的 那说着有 例如啦 有个蛋糕店老板 给他收陀地 那他给完一次一次 他后来没有生意 所以不准了 疫情 不准了就打烂你的店 和你装修 那接着做不到生意 那其次也是 有那些叫做 不知道养鸡还是养猪 借了钱 跟着上去还的时候 被人打 又是被人吊出来打 跟着 就是其实你看到呢 整件事呢 是无法无天的 这班人 那么越来越多人呢 就是要是 用这个叫实名举报方式 自己拿了身份证 在抖音啊 在微博那里拍 那我在这里呢 想问一下台长 第一 为什么要什么事 要去到 为什么大陆 是形成一个风气 就是我要报案 那你正常 就是我们心态 我们都会走进去 相关的 纪律部队部门 比如那些警察局那些 正式说 和正常的报案的人 就不会 尽量都想保障自己 私隐位 不要说我来报案 是不是 就是这个 现在那种情况就是 你要报案呢 你就要在社交平台 给很多人看到 你才会有机会把这件事说出来 之外 你还要自己拿了身份证 在胸口那里 让人看到 这张我的身份证 我是真的摸什么的 我不是锁的 不是吹水的 为什么要一个社会 这是我的畸形 就是全世界 我都没见过 有些地方 要这样的 就是这个情况 是要拿起身份证 接着实名举报 那么 就是这件事 我想台长 说一下你的看法 另外第二件事 那么想说回 当地政府 现在有什么事后的 形象工程工作 那么第一 那么昨天呢 就立刻找一些电视台 唐山电视台 那些事情都拍光了 就他们呢 就找一些警察 就穿了整套 好像 像张sir 飞虎鸿心那些装备 拿着冲锋枪 拿着散弹枪 就在街上巡邏 嗯 那么接着呢 另外第二呢 他们就派出很多警察 去不同的食店 就进去做教育宣传 那如果你们喝喝喝 吃吃吃吃饭 看到有人被人打 就立刻打电话报警 那怎么知道 这样 在这儿教导那些市民 嗯 好了 那我说完了 那我说五分钟了 ok 就刚才文俊说到呢 我觉得都没准确度说到个问题 我不是说你说的不对 就是说 举个例子 比如说那个 拿着身份证 我什么什么 我竟然出生 那就去实名举报 就不单止说它不是假的 因为你可以匿名举报 你匿名举报 你匿名举报 你可能是无猎人的 就不止这件事 他说得个身份证出来 和说实名出来 是告诉他 我不怕死 最重要是这件事 为什么呢 你拿得出来 对方又一日会尋仇的 而且这事发生过了 就算坐完监出来 都会找你尋仇的 是吧 而且你现在要实名举报 那帮有势力的人 拘捕了这帮 还有些残余势力 他未必都拘捕了 那帮可以搞你的 那我要公平地说 这些事在其他地方发生 其他地方也有的 譬如墨西哥 你有没有看那些毒梟 怎样对付那些学生 ok 那这个就是 现在发生的情况 不过呢 我要回应第一节我说 我第一节目的时候说到就是 这件事是体现到 一国两制之间的矛盾 矛盾在哪里呢 如果你在香港以前呢 第一件事 我们很少经历有几次事发生 有的话 那当时的作家就说 哎 你报警啦 那到有一天 如果你打电话报警 我说一下想象 电话接声说 你怕你就没出街咯 这样 那这个就是一国两制之间的矛盾 那这个就是一国两制之间的矛盾 因为我们在香港 我们不习惯这件事 是吧 就是我们的理解就是 就是 当那个地方有一个严重的罪行发生的时候 警察会到场的 而且是最快速度到场 他不会来 他不 就是第一件事 他电话不会这么说 例如 他不会说 你不出现在那个地方 就没有这个风险了 又或者你怕你就不要出街了 又或者你看到那件事之后 你掉头走 这个理论上就应该是香港和这些中国大陆之间 在类似发生的情况的分别 如果一旦没有了这个分别的时候呢 其实就没有所谓一国两制 OK 那至于刚才 文俊说到 就是那些的实名举报的话 因为我一直很强调 我是没有文俊那么意粉甜蜜的 因为我人比较大 年纪大 就是所谓变得很软鱼 我就可以从政治角度去看这件事 就是如果从当权的角度就是 在这件事实上 我有些什么的 那些角度可以用来去对付我个政治的对手 其中一样的就是 我们要看看就是 唐山这个地方 再上一级 他地方领导是什么人 我很坦白说 我现在不知道 我也没有查 我也没有兴趣去查 但是比如说 他是主角领导人的亲信 那一定保他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话 我就趁机去 把他讲到台 但是你看到这件事本身 现在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全国舆论动员 是不是 成龙大哥出来说话 我认为这件事 他也没有办法 他就把他讲到台上 我认为他也要做 他也要做 他也要做 有一個這樣的輿論效應 甚至現在英國的傳媒 CNN做完了 今天 它本身有一定的背景 就是那個 封區防疫這個問題 因為很多人看到這宗案之後 他們感覺到好像他們平時在遇到大白鴿的情況 所以這次是難也難不住 如果難也難不住 在最高檔案來說 就是要疏到的了 你以前就是起圍欄 但是洪水太大的時候 你不可以落閘 如果一落閘 題目會倒閉 看看形勢去到哪裏 那形勢去到哪裏呢 比較善於那個處理群眾運動 就是將它導向 就是我們將它帶去哪裏 到今天還沒清楚 因為現在背後那個牽涉到什麼勢力 其實還沒清楚 正如阿文雄剛才說 你可能是當地那個公安部長 有關的 或者那個家族有關 但是問題就是 這些是小糯米 這些是小惡霸 小惡霸後面有大惡霸 可能是整個省的 那你要看 這個整個省本身 他在現在這個權力的鬥爭裏面的角色是什麼 但是起碼一樣東西 去到這麼多人出聲 或者實名舉報的話 他顯示到一個 基本的矛盾問題 就是 你那個公安系統 基本上你不是公安系統 這個公安系統 是一個 是一個控制群眾 控制人民的 不是維持秩序的 這個秩序只是表面因為根本沒有秩序可言 很純粹就是那一刻那個權力 就是暴力行為最激烈的時候 他就有這樣的控制的權利 那你現在這一幫人 其實很多消息是還沒清楚的 例如剛才文俊說了 那個受害者的身體狀況是怎樣 還有什麼人受害 如果擴散出去的話 一路再沉根究底的話 那又扯到多高呢? 可能現在那個當權 當然自己都沒掌握到的 所以昨天文俊問了一個問題 究竟最高當局會不會出聲 到今天為止證明那個想法是對的了 因為他給了三個選項 第一件事習近平出聲 第二件事李家強出聲 第三件事兩件事都沒出聲 到今天兩個都沒出聲 是不是? 是說了其他東西的 但是網上這個輿論的群情是沒有壓低的 而且是越演越烈 那這個問題顯示到就是 這套管治制度本身會製造到很多人民的長期性不滿 這長期性不滿就是我去這個公權力那裡 我得不到申訴 完全得不到申訴 因為那個公權力本身就是這幫人的勢力範圍 正如剛才那個說的 那個女子她受了一個委屈 她都不敢留在那裡 那我想很坦白說 現在實名舉報全部都不在唐山 是不是? 而且都幸好有互聯網 是不是? 你按都按不住 所以有這個情況 但是我會更加進一步看 就是現在這種這樣的在封城底下 甚至今天大家都有個懷疑的就是上海 上海是不是真的全部就是解封 在不解封之下 而有一幫特權階級 只要她穿越白衣 她就可以為所欲為 可以肆意破壞你的私有財產 那這個情況在哪裡宣洩到呢? 所以我覺得這件案本身那個 就是真正那個現在起碼到這一刻那個本質是什麼呢? 就是透過這件案本身去宣洩那個人民對這個制度 不是說公安這個報案這個制度 是整個制度的不滿 只不過還沒有宣洩出口 一旦如果宣洩出口的話呢 一定會壓制的 現在大家都在玩一個踩邊球 一直觀察著就是這條線上去哪裡? 上去哪裡停 是吧? 在那裡停的話你就知道這件事 牽涉那個政治的鬥爭是去到哪個層次 那簡單來說這件事是繼續發酵的 那這幾個唐山九虎就 都差不多收得起的了 那爭取就是打把還是還是長期監禁 還是還是怎樣怎樣 那但是就 大家要想一件事 受害者的賠償那個情況是怎樣 那Anyway呢 就 5分鐘之後呢 就要文進講講 尹國驅也就這件事 有一個評論的 那你覺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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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他採源出來之後呢 他的人性情改變了很多 那但是呢 他從頭到尾一件事沒有改變 就是呢 他看不過眼了就會出聲的 所以那這件事呢 我們可以分兩個層次來看的 第一 他本人看不過眼 第二 那當然啦 他現在身邊的人 也都會是 有些是 可能代表著 某些勢力啦 以至可能是各街人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都是想他出聲的 不奇怪的 那當然他出聲 那當然戲劇效果 佔優啦 例如抖音 昨天很多人回覆的 那些人回什麼呢 是 你帶了他掃的牆嘛 他就說 驅哥出馬 那幾個什麼唐山五虎 那些彈散 這只是彈散 是啊 你要知道的 其實呢 那些國內 大陸的人對他 是有一種看明星的心態 哦 就是這件事他也享受的 譬如很簡單 這件事我就說 我覺得他不是一個 就是他有些改變 包括 如果是他以前戚測風雲 還沒坐牢前的時期 你走過去 然後拿一部相機 我和你拍照啊 或者你拿一本雜誌 你做個封面 我給你簽名 你猜你第一 可以過去呢 第二 你猜你下場會怎樣 你讓我啊 其實很嚴重的 但是現在呢 可能他也習慣了 所以呢 他走在街上 譬如有人走過去 跟他說 我想和你拍照 他會笑笑口 然後他搭著你的肩膀 拍照 然後譬如你拿一本雜誌 他那本雜誌 說到你啊 你幫我簽名 他幫你簽 他也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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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是那麼 那麼十何不捨 有些事情就是 是 他很大人會害怕他 但是其實他是不是一個 講道理 是不是一個完全是 一個壞人 絕對不是的 這個呢 你要撇除 撇除我先離身 我認識他 那我開始很小時候都認識他 但是 我不是帶私人感情這樣說 是中立這樣說的 而 始終他現在又發展很多事情 包括我自己來算 其實我跟他沒有接合的 沒有接合的情況就是 我很久沒有跟他坐在一起喝茶 吃飯 那些事情 因為始終 怎麼說 人大了 有時候 你反而是 有些情況 有些認識的朋友 有些認識的人 簡單來說 你已經過了這個年代 你已經過了這個年代 因為現在人家一定要進步 我也很簡單 你問我 就算你跟我說 那家店新開張 我們去收拖地 你這樣跟我說 就算我仍然是黑衣服 就算是黑鞋 拿著死人的手包 拿著大褲黑超 然後走過來 你怎麼好意思 不要玩 你問我到現在這個年紀 例如你跟我說 喂 有件事啊 好東西來的 我這裡有批番碟 不要玩 就是不行了 不是時代 就是這樣 所以 所以 不同了 當然 我覺得 剛才說的兩個因素 他也是有份的 還有他出來說 其實區哥 就不是太過擅持令 所以 其實他老人家 也有個習慣 很多時候 他寫文很厲害 他寫文很厲害 他任司作對是很厲害 所以呢 因為很簡單 例如坐牢的時候沒有工作 讀書 你不要小看他 他看了歷史書 他跟我聊天 學術研究 這個人不可能 怎麼會跟你說學術的東西 他研究那些 譬如一帶一路的策略 他真的看這些東西 是啊 他學嘛 人呢 不要用太過死板的印象去判別一個人 有時候人是隨時會改變的 所以 我覺得 他看完他 真的覺得不太對 他老人家 不就寫幾天字 他真的老人家 他不小了 三、七張 然後 不就寫幾天字 就拍抖音 自己對著自己寫了一張東西 說 他沒有什麼 公關或者軍事在旁邊 幫你寫一篇文 你心想 如果我說我幫他寫一篇文 叫他出來讀 怎會是讀到這樣的樣子 不會 一定不會 如果是我寫的話 如果我在抖音上放 我完全會撇除那些什麼 熊門 什麼那些字 我真的不會 真的不會玩 這部分 這部分 我覺得挺搞笑的 就是 有些黑色陰墨在這裏 是啊 這件事 其實我也說了 好像九十年代 陳浩南 大飛哥的文化 是抹落了 但是還有些人 還有些人 過了時 但是 仍然守護著這些 既有文化 例如他也是 文化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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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提電話的時代 喂 認真講一句 一個電話叫超過一千人出來 你猜那麼容易 你想想 中間要寄一條電話 你們現在不明白 那種震撼 那種震盪力 其實 你經歷過的 你才會知道 你會覺得 好像現在的小朋友 有時候看一些 暴動 哈哈伯伯 金毛仔 染了身 又發生 然後在街上打架 那些 其實 我們覺得那些 不是出來走的 因為 你連拿把刀都手震 你什麼叫出來走的 你又沒有斬回 沒有殺過人 什麼都沒有做過 是吧 不同的時代 但是 你要學會去接受 所以就算 你說在街上 有個小朋友 金毛仔 二十多歲 紋了 左青龍右伯虎 然後走過 兇狗 你撞到我叔叔 我都會對他說對不起 當然 大哥 有什麼理由 磁氣堪乾 是嗎 真的不會 但是 時代是不同的 當然 阿屈哥出來講 他出來講 那些人的反抗情緒 一定沒成龍那麼多 因為我斷古 其實事實上 他形象比成龍好 尤其是在國內 那些人其實 不會當他是 現役當打的 而是觉得他是一个传奇,一个传奇,觉得他是一个时代的教父 为什么呢?其实他上个时代的杂志嘛 是呀是呀,98年的时候,我记得是9999 寫着The Godfather of Rakao 那一期呢,其实在大陆呢,有人找他签了个名字 你知道那半年卖多少钱吗? 当然是高价啊,大佬 是啊,我记得好像开价是三匹东西的 其实你是一本这样的死人烂鬼书 接着签了个名买三万元,喂,刘德华做不到 所以呢,这件事我要赞他,很厉害 其次是,他本人呢,其实他说话呢 他本人说话是很幽默的 但是呢,可能都是有那种,始终年纪大 有些少了,对新科技有些问题 对着镜头的那种,镜头的那个叫什么 就是,不是那么自然 但是,无论如何呢 我觉得这件事,唐山发酵呢 其中一件事,如果,假如这样计 就是,有些背后和国家有关的人都说 你都可以说句公共说话 如果这样说,所以他说呢 其实可能呢,也都是,某个信号就是 一个真正的大哥 都告诉你,你做这件事是不对的 因为,的而且我相信的,我绝对有一件事相信的 我不信他会打女人 我完全不信 我也不觉得他会打老弱富裕 他不会做这些事的 我昨天说的一件事 一些有能力的人 只会适当地将他的 武力或者暴力 放进一些相应的对象而已 你不会 真的不会去对付一些平民百姓 一些富裕 你看到这些事实实不太懒 他是一个杀手,但是他说得不明白 no woman no kiss 他不会杀女人,不会杀小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 正如他都有 我去到这里,我又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这些故事,据我所知是真实的 话说呢,有两个黑帮火瓶 其中一个,势力很有钱的 你叫一个头目 不是他的社团的,但是另外一个头目 你去对面的人 那头目就去监视这个被 这个target 这个target也是一个黑帮人物 但是他监视那天就撞到 这个target和他妈妈一起走 那他妈妈就整百多佳岁了 那他回去跟这个 就是要买起对方的地方 我先下不了手 因为那天他和他妈妈一起 那这个大哥就 连回粗口 那他说是这样子 他扔到他上天化板 但是这个人都坚持 就是他该是不下手的 那我想有一句说话 就是我又不想太浪漫化这些圈子的人 但是有时候呢 因为他自己都对自己有一些要求 就是无论是真的做不做到 江湖有时候人在江湖心不由己 有时候其实他们都不想做 但是一定要做 那怎么样呢 就是道役有道 就不是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用我说话来说 他们都有底线的 他们都不是没有底线的 他们都有底线的 那所以就 就是邑国区去做这番 就是这番的抖音 那我 我就觉得真的挺传奇的 不要说他去传奇 就是他去说这件事 我刚才我觉得始终有一些 有些黑色幽默的 就是我觉得有些事情 比如你说 是以往做过一些枯空极恶的事 扰乱社会秩序这些 那这是历史来的 有发生过 也不是他一个人做的 说一个人哪拍得在手掌 是吧 你澳门那时候 几十凡人 什么势力都有 那只不过是 有时候你要捉个最大的出来祭旗 又要怎么样 那很多事情都不是他一个人能控制到的 那第二 无论如何都好 喂 坐了这么久监什么都够了 对不对 你都限制了他人生黄金时段 如果他没有坐牢 在澳门 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现在澳门 那个环境不是这样的 整个倒业的版图会有改变 那个版图不是这样的 不应该是这样的 你幻想一下 可能最近你说的 如果他不是进了拢 就真的不是这样的 你幻想一下平人世界 如果他没有入策的 然后另外 那些小朋友开始成长 说我 开始成长 成为赌业优吉尔 他有财有势 然后你觉得社会版图是这样的 不是的 所以 有些东西是不同的 当然 有时候你不能改变 现实归现实 对不对 但是有些东西 其实你应该去判别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不应该是 永远就戴一个有色眼镜 还有 往往这些老一辈的人 其实他们 好像台长所说 有原则是有情意的 你看到其实有一样东西 他慢慢体化了 他开始出来 主动地和他所有以往 有斗争的对手 是和解的 这件事很难做到 大哥 那些不是说 大家不妥你罵我两句 我屌你两句 不是那种来的 那些竞争对手 是说 你有这么大 你拿着人的命 人家拿着你命的 你猜他被人捕得少 对不对 他也被人捕得多 所以你想一下 你很难去化解一些恩怨 是个人曾经想拿着命 那有一样东西 你讲得这么亢奋 我问一样东西 我不亢奋 崩牙区这个绝号是怎么来的 就是崩了 真的崩了 是 没错 OK 真的 这些江湖的多月 我以为 就是随便做出来 不是 一点点 有些是叫着信口 例如有个现在被人捕了 坐牢的位置 我都说是伟大电影的編剧 那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当年看电视 看着有个 梁思好嘛 对啊 不是改过 洗米嘛 那时候他有些钱 洗米是很负面的嘛 为什么我也奇怪 有些是真的嘛 例如有个超级戏风云 香港的 现在都在的 都很大的 叫狗子嘛 就是这个字嘛 华那个呢 那个就是猜骨 就是被人戴了 另外我说的 叫熊 英雄的熊 那个是真的嘛 狗子熊 以前的刀子叫太子 跟着 喂 打架 没有那只手指 因为就改了 有每样东西都是 你看看 那个叫什么 三国演义 和那个叫 水壶传 你就会了解到 这些老一辈的江湖人物 那种的江湖浪漫 所以大家其实要珍惜的是什么呢 杜sir才能拍到他们的风格出来 如果你说现在 新一代的合拍片 那些 新古牙仔 罗仲谦那些 几个契弟 都没有那种味道 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些新一代的金毛契弟 但是你没有那一股江湖的味道 那种味道不只是你衣着打扮 而是你整个人会散发那一股的味道出来 嗯 入型入格 我就有了 哈哈 你真是说的 哈哈哈哈 我很坦白说 我不觉得你有 因为我对着你的时候 顺遇绵药 其次呢 你见我呢 和你出席出场 我说一件事给大家知道 阿斯陀文俊做的节目 其实是一个 他看电影看了这么久 他就吸收回来 他真人呢 其实很怕事的 当然 如果他被人骂 他就跟着躲在洗澡里哭 没错 对 对 他会打人给你 我被人骂 哈哈哈哈 然后你就乖了 把你扯回来 去吃点东西吧 对 其实呢 就好像这些人盛传 叮当的结局呢 原来所有事情 叮当正义 既安全 都是大红想出来的嘛 在牧场里挖出来 真实的大红原来自闭 所以呢 现在大家叫我做司徒自闭了 OK 不要叉开那么远了 那说回台长 我想问一下你 其实现在这样的情况呢 会不会一发不可收拾呢 因为呢 在抖音道的发酵 开头我都说了 开头的时候 其实那些视频呢 譬如你出来实名举报也好 以至那些人评论一下 譬如说那些律师行 现在很多天天都出来拍片 评论这件事 喂 其实你应该要怎么申诉 那些事情 那开始是被抖音官方删的 那以至呢 去到后来你看到 连这个公安都出来拍一段视频 假如你受到什么对待 然后被人骂 就说 李雪大伯妈 然后呢 最搞笑 虾的东西呢 一浪一浪 那昨天呢 又出来拍一条 就说呢 如果你遇到被人襲击的时候 要怎么做呢 第一 与对方保持距离 那事意 叫对方保持距离 第二 立刻找对方走 然后呢 立刻离开现场 他们不怕 那些人说这件事 很搞笑 这些是黑色幽默 然后下面的人就立刻回覆 那些留言是什么呢 亲走不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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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签证 那些 然后呢 又留了 又留了一堆 那就是很糟糕的 你发觉你一说的那些宣传呢 其实就很糟糕的 就是下面你控制不了那些人的 那些人数是很多的 因为呢 其实抖音呢 近这一年呢 其实有改变的 这两年了 以往就只是那些女儿在上面呢 夹口型啊 在那里扭着扭着 穿着很性感的短裙丝密 在那里 在那里拍下那些 骚身材 因为他们有很多呢 有些特效 拉长一只脚啊 整瘦的人啊 个个都很美女的 那我吸引了我这些色情人呢 就每天开来在那里扭着扭去 那现在抖音呢 近这两年呢 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 他其实什么都要卖东西的嘛 他开了一个叫抖音相成 那好像我这样呢 那有时呢 看看一下呢 他就会提示你 你去双城夹一夹吧 那他弹出来的 那你挡不了的 那我也会中伏的 因为说的 澳门有 澳门有一只面呢 我很喜欢吃的 那些拉面来的 在澳门卖30元一包 那昨天无端端双城呢 那跟着呢 他弹了一个 立刻弹 在那么巧 拉了我进去的时候呢 有个现场的抽奖 那些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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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我无端端 不知道说 五十份抖到一份 是什么呢 三十元一包的东西 跟着你十包 那三个水 再加多个 加多个 这个煮面的电子炉给你 那起码个煲百多元 起码四个多元的东西 一百八十元 一发发 一百八 那你会忍不住 好像我 忍不住 那些人说呢 立刻拆这个 这个支付炮 买了它 那 好了 逢是有 商城的地方 那会怎样呢 所有东西 实名认证 身份证认证 那变成呢 现在你抖音呢 你做不到以前做了几年 譬如我开个ID 譬如我开个ID 叫澳门 开了个澳门 他不会问你拿身份证 现在呢 他基本上呢 他就是绑定了你所有东西 所以 今次的唐山九福密 全部 很快认得 那群人都有抖音 因为那群人 全部有了 你留意一下 现在发生任何事的时候 那些人呢 其实就是上回抖音 上回西瓜视频 接着呢 大概就找到 正如那群人 当日 他就是这样 打完人 他就在那间店里开直播 你明白吗 他开直播 因为 在那里说 你们不要乱说话 那些人先打我 那些 现在荒谬之处就是 其实你抓人是很容易的 因为呢 那群人在抖音上开 他自己是实名 那些狗父 那些狗父 然后自己是 展示了样子 整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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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有一个 我也想研究一下 他其中一个说 因为他叫陈继志 他说的是黑粉门 什么是黑粉 什么是 因为他们当日 其实是这样的 你要知道整件事 嗯 在那个他们打人的时候 其实呢 他拉一条女儿出去 街边打呢 有些路人走过 接着呢 就在那里 就是见到有人被人打 我就拿手机拍咯 拿手机拍咯 就直接摆上抖音 因为有流量的嘛 那你可能压低的那几号也好啊 那他们那帮人呢 其实我就说 应该不止九个的 因为他还有些人在外围呢 就凶那些 在那里拍片的人 那开始有些片 就跑上抖音 就唐山 有人 有人当街打人 嗯 那跟着呢 开始呢 可能他看到 咦 有人在说 那我当然要赢了 那我就开直播 就告诉别人 那你们不要乱信啊 是他们打我啊 我是为了保护自己才知道什么 不是我打人啊 就是想着赢了 结果就拆了 那你抖音的那些 那些传播是很快的嘛 因为你抖音呢 你是全中国不同的地区的人 都会上的嘛 所以你开头 其实整件事应该就是 唐山路散开 跟着就 那个散的速度 是比电视台的 比央视 黄芯玲电视台那些 快很多的 因为抖音呢 呃 那个人数真的太多了 你想想 好像我昨天抖 抖那个拉麵 那个那样 同一时间 他都 不少的 他跟我们现在直播呢 譬如现在直播啦 通常是1500至1900人 有时 差不多2000 1900多 他同一时间 在那个大货上也有1000人 他不少的 那你想想 连我去买拉麵的 也有1000人在看 那你何况你这些 所以很多的 但是我想理一下 黑粉这两个字 是什么意思 因为那些人 已经知道 他们那些人打人了 那你一看他的样子 喂大哥也说 肥头鱼耳 露大肚腩 穿那套死人衣 挖沙尺 都抖个logo出来 那带穿佛珠 一看 其实他们大陆的人都知道 就是那些 陀娥伯 那些街楼子 那些人 那些人看见他打人 你还要这么困 出来开直播 说是人家打你 不是你打人 那些人自然 就即时 因为有聊天室的嘛 就是正如 好像我们 平时也不会留言 骂我骂你 那你遇到这些事 那些人更加是会骂得厉 喂女人 你打得下手 哇 你还说人家打她 即时在直播 就和她的直播 对肥了 哦 在网上已经开拖了 那他就已经说我们黑粉了 我回应你刚才的问题 现在去到那么尽 即是 开始舌红了 我就觉得未必是最高领导人的心态 他可能都没看好现在这件事怎么办 但是下面呢 一见到有黄灯就冲的了 我用这个方法去解释 现在这个局面 因为为什么呢 上面未做 最高当局未做到反应 哇我当然放了 大哥 现在是不是 哇 就是 你等那些人有得说 如果这个 就是那个 可以洩洪的方位 其他不行 因为为什么呢 那些是 那些是有政策的 这件案子没有政策嘛 没有具体的最高指示嘛 所以是 那 就是我再重新一次 我估计呢 就是我都用完 用了昨天那个 那个 那个想法 就是这件事 最高当局是未想定怎么办 所以现在 那些人就知道 喂台长 你看到他其实左摇右摆的 因为呢 他们都试过呢 就是他们那些 我怀疑是跟官方有些关的那些 那些什么 抖音助手啊 那些 那些什么 微信助手帐号啊 经常会发布那些类似 类似来的农场那些 那些文章的嘛 接着又说什么 戴蝎臂 又说那几个女的 就是 在那里做性工学者的 又说是 一定是啦 接着又说他那几个女的呢 又说是欠了别人很多钱 又什么又什么 接着呢 发觉不行啊 你去没有 就是说抹黑完之后 没有人相信啊 那结果 就是很简单 那你即时一说完 转头有些 真的出来玩 或者做夜场的跟你说 你看回那个时间 如果他做夜场 哪有时间出来吃东西啊 开工啊 我也是很幸的 我也是很幸的 他不是做了性感 如果他做了性感 就没有了 这件事 没得玩了 另外第二 你说人家做夜场 做夜场 他怎么会这样穿的 所以 所以 你就算做夜场 你不是应该不打法 如果你在后面的罗斯 做夜场也应该不打 另外就是那些维权律师 就算你 你说那个人是做夜场 做什么职业都好 你都不可能 现在是说一件事 而不是那个人的背景 所以你看到这些内容农场的文章 很快就删除了 然后他会有一篇新的 有篇新的就是一起指责那狗虎 是啊 没有的 现在就是 舆论一面倒嘛 就是很难去到这样的 我再说一次 以往他们舆论的策略呢 就是他们要调教 有五毛一定专做些事情 可能那个团队很大 但是这次五点 五点的原因 不是纯粹因为这件事 是这几年积落 就是特别是今年 今年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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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的封城的措施 但是这几年大家都受救了 那如果你说这几年受救都不知道 唉 这几十年都受救了 是不是 就算你说年轻的不知道 听完完都知道 所以你这件事是盖不住的 盖不住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现在你有个触法点在这里 但是后面埋藏的 如果阿文再问我这件事是怎么样 我告诉他 现在就是火山爆发 那些熔岩正在出来 你是不是大爆也不知道 你知道吗 现在呢 其实 在抖音有很多黄丝黑暴的 因为现在开始出现了些什么呢 譬如大学生也好 那些年轻人也好 拍了身份证 拍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 然后 我是名指责这些行空者 我支持女人 然后 还有 现在这个呢 要看它是否抗散 因为为什么呢 你在其他地方一样有类似的事情 多的事 因为这件事 现在不停的 已经有些案被人翻了出来 包括一件事 我们昨天说过 这个上海 拿八刀 当街斩死人 那件事 现在呢 你知道是怎么样 就是说 直接是官方是没有任何的报告 又不给相关的文章内容出 有删你视频 接着警局是没有立案的 嗯 又是识案 就是识案 这些就是识案 所以其实呢 现在呢 其中有两个方向在说的 那第一就是 越来越多 有些人 其实他实名 不是他说实名支持 其实当你实名举报 变成实名支持 你很难去抗他的 因为那些人呢 直接是颠到那些年轻人 他真的没有我们这些老人家 没有那么滑雅的 他们直接说明 是啊 我是摆明支持 你来抓我 来打我 你去到是已经变成了情绪的宣洩 而且现在是那些 你现在最恐怖就是 女权子和不女权子都站出来 另外第二 就是那些人就怀疑了 就是会进一步 可能抖音也好 什么都好 会进一步更加在监管 就是让你那些普通人呢 就是以往 你抖音 其实你没有注册 你都可以用访客来发现的 但是现在不行了 跟着其次 如果你没有实名认证 那些人可能要你做实名认证 实名认证 但是如果 你本身不是 可能他要再分一些阶级 例如会员 什么都好 总之令到大部分 现在可以轻松 在抖音 微博说到话的人 是说不了 那你消灭大部分人的声音 就代表没有事 那他们已经在预计这件事情了 因为你发觉 他一拍出来的 例如他做了营养工程 喂 你在街上 叫警察 拿着冲锋枪 穿到SDU 张sir 在那里走 对这件事是于事无补的 因为这件事发生了 而你现在去做这些事 我在街上重装警察巡邏 其实是什么 其实他有做的 他就趕快处决这些狗虎 那些人是想见这件事 你见他当家打靶就行了 但是他现在做不到 是不是 这个情况也有一个 线索在那里 你后面牵涉很多东西 就是了 你应该这么看 打靶就跟着 其实是灭口 就跟着可以按下这件事 不过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敢做 就是这些 我又不能说 假如我是在这个权力 但是 比较奇怪的这件事 为什么会拖得这么慢呢 就是应该有 就是那个处理的方法 已经很果断了 因为你烧下去 就烧到其他省份的了 那我估计呢 其实这个都 正如我 最初去分析 就是这件事 现在那个是 牵涉到政治斗争的问题 就是你 你上面不动 下面就拼命放 是吧 一放到某个就开始变的了 变的了 变的了 变的就是 不是说这个案 是对制度的控诉 我看什么时候 有人去说这件事了 就是说 实名举报 因为那些呢 非法禁锢啊 捉了女儿 捉了女儿回去 又打又奸 其实呢 我想那个实际的数目是超多 其实呢 如果现在再这样烧下去 整件事呢 你是去揭发到 整个制度的问题 整个国家管理的问题 就不再是那些暴力拳火的事情 还有一个问题呢 自从习近平掌权之后呢 就是到他现在 差不多二十大前程 其实他在换人 理论上呢 所有省市的领导人呢 就算不是他派系 都是他经过他指派的 那你有个问题 刚才我说的 那唐山对上国 是不是他的派系呢 如果是的 那我就解释到 为什么这件事 会这么处理 为什么这么慢呢 如果很简单 如果 如果 你让我想 这件事 要禁识百货 很简单 你立刻 那个唐山市 是 全部 牵涉在内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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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 立刻 公开处理 那九个人 打把 跟着赔回 被受伤的 这件事是 开始 降温了一段 但是现在没有这么做 反而是抖音那里 直接好像 山龙爆发 全部涌出来说 我觉得这个情况 都不尋常的 不过呢 这里说完 结尾说完 北京落缩 六月雪 就是 跟这件事有没有关系啊 当然有关 但是我不说了 我留给法令师傅说 六月落缩的 六月飞伤的 台长 我问你 如果你现在是最高领导人 无论你是这个 嘟嘟嘟 还是嘟嘟嘟 那你会怎么处置这些搞事 给他有错意 这样的 类似的情况 你一定是群众运动的高手 如果你比毛泽东那个年代 很简单 是吧 下个指示 下个批示 最晚都是48个钟头之内 几十字的 从严处理 是不是 警惡情间 如果我是 写几十字的 那这个 还有加多句 直接悼念 喂 越简单 因为你不知道后面是在说什么 我出了声的了 你自己会做 很简单 那些人就是什么 立刻说 自己认罪 最高当局说是管理不善 现在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人出声 现在 是不是 我所以觉得 始终的正义手腕 对玩群众运动的手腕 都是真的不及民 就是毛主席那一代 那你去到江州人 也很简单 你记得以前广东省也有这些东西 我记得有一次 不知道哪家disco大火 朱森林下去 你搞什么 那现在你唐山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省的领导 应该直接去处理这件事 但是都没有 很奇怪 那我相信这个是 清元一路的看法就是 它显示了北京里面发生的事情 那台长 给一个创意答案你 给一只三板 坐那些狗虎上去 一天派JK 跟着就叫他 你和我过去占领台积电 好用的 这就这么说 阿文俊说了 大家听到好像 好像搞笑 其实不是的 为什么这帮人这么恶呢 因为 那些地方 不是很多人上访的 就是说你在这里 身造不了 就只是上京 其实这帮人 就是帮忙做烂路 帮忙打那些上访的人 所以它后面一定是 就是连结那个地方势力的 一定是很深的 这个网络 那这次 揭不揭出来 就好看 就是这个 中国网民的努力了 就是到现在 其实没有这些 这样的 就是 比较深层次的 一些的 的文章出来 大家都是吵的 但是你里面 有没有这么多问题 这帮人后面 代表什么呢 以前上访呢 台长 以前上访呢 还要你亲身力行 拿个肉体走上去 现在是上访 上访 上访 当然不是啦 现在上访 上访 上访 上不去 为什么呢 这帮人 在北京里面 都有这帮人 每个省市的 这些 就是要防止上方 他们在北京都放了人 那里的 根本沿途你都去不了 就是这些事情 发生很久了 大家可以在床上看 其实是什么人 这帮人做的嘛 就是这帮 其实是怪兽的嘛 所以 所以它一路受保护 是不是 这个也牵涉着一个问题 就是这帮其实是建制 这帮 这帮就是 就是打手 是不是 今天做了这样的事情 你现在看到群情洶涌 是不是 那 抖音为什么不咳不了呢 为什么不咳呢 第一个咳不了 第二个也不想咳 除非你落了我 除非你落我打 但是如果你落我打 就是你背锅了 这件事 谁落我打这件事 就是谁背锅了 在大陆呢 对他们呢 他们内部有个专业名称的 他们呢 是叫这帮人做白社会 什么叫白社会呢 就是做黑社会的事 但是呢 是全部得到认可和罩户 哎呀 你以为这些是出横手做的嘛 有些不方便 结果呢 白社会这三个字呢 都被人封禁了 黑社会和白社会都打不出来的 是 于是呢 他们再做个名字 就叫社会人 于是呢 现在你在大陆你见到呢 他们呢 其实在说社会人制度呢 就是在说这件事 这两天呢 其实这个社会人制度呢 是很热手的 就是 其实你会以为他们 表面他们说的就是 喂 什么经济差找不到东西做啊 什么 给公司老板盒啊 其实呢 他们背地里呢 整班人就是说的 这一帮白社会 而且为数不少 这一种白社会的行径啊 而这一种白社会呢 他们呢 就在他们那个驻守的地方呢 就是还我霸的嘛 但是他们就很害怕什么呢 很害怕跨区的 因为他们很害怕第二边的白社会 就是说这些所谓的 那当然就是这样子 那面对的 那个势势捐的 那当然是肯定了 这个势势是不少 但是它不是很糟糕的 那例えば 你一定要留意,不要觉得大陆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最后台长,我想你补充一下 你先说完,我会习惩你,不好意思 邓辰昨天还在说,伟大的人是如期落香港 真的不落了,他现在有意识的,他特意要登 如果他特意要登,登力就弱了一点 但是以现在的形势,随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香港又不安全,香港又有枪战 我很奇怪,中环那个枪战,枪击事件 为什么这么低调的处理,我觉得很奇怪 其他这些,什么法学药品都说大张旗鼓 但这件事我坚持是关乎国安安全问题 有些事都会令我摸不着头脑,不过算了 有些事都是太高深的,我们都不要说了 那我们今天到此为止了 你最后我打断了那句,你续续续续可以吗? 你说什么,打断哪句? 刚刚打断了,你说灯神说什么之前那句 你说批示还是什么?我都不记得你说的 你忘记了,你刚才说了 你最后你说什么,我都忘记了 所以就回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有延避有问题,没问题 明天回来 拜拜 拜拜 今天来到这个火之神 阿朗哥和灯慧煮了一道 是否叫台掌西亚牛扒呢? 台掌西亚牛扒 我要介绍一下这个菜式有什么特别之处 第一样,单手都可以吃的 单手都可以吃这个滑的牛扒 西亚牛扒 因为有些比较腐蝦 还有这道鸡蛋是牛奶 非常非常滑,完全没有电粉质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面子汤 这道菜真的使用非常非常美味 大家来看,接下来 一定要点这道菜 台掌西亚牛扒 多谢大家支持港国 和支持梁锦晨峰的特别 和他的节目,多谢大家 大家记得订阅和支持司徒文俊频道 大家记得订阅和支持司徒文俊频道 拜拜